技嘉等於長榮 偉串等於陽明 廣達等於萬海 AI會是韓運2.0嗎 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週台股爆爆爆 我在幾週前 曾經做過一期特別節目 有沒有看到 AI股將複製航運 漲10倍的走勢嗎 還是泡沫破裂呢 在這邊右上角 你可以點連結 這個影片造成極大的迴響 哇好幾萬的一個點閱率 這個代表說大家 對AI這個題材有興趣 那我現在就稍微再深入報導 甚至解析來告訴大家 AI概念股相關的走勢 當時那個影片 我從2000年前後的網路泡沫 來探討AI這個大族群 會不會有可能發生泡沫破裂 今天我要從另外一個 不同的角度來切入 現在 廣達 偉串 技嘉 掌掌掌 瘋狂掌不停 就好像當年的貨櫃山雄一樣 這個AI三戰神 到底會不會像航運股一樣 標到外太空區呢 更重要的是 這幾檔股票會不會像貨櫃山雄一樣 原本山 遠看它樓起 遠看它樓塌 就像一座山的走勢 斜斜的直上斜斜的下去 會不會這樣子怎麼上去 怎麼下去呢 這都是我今天要探討的一些重點 由於長龍歷經過減資 楊明就在瘋狂資金的推波助欄下 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 而且股價就翻了超過20倍 大漲2051% 但是怎麼上去怎麼下來 楊明在大漲20倍 基本面已經被市場 完全看穿之後 股價就開始跌跌不休 到今天 股價從最高點已經下跌了80.4% 真的是可以說 比悲傷還悲傷的故事 怎麼樣預防 怎麼樣避免悲劇再次發生 甚至抓到AI概念股的一個大波段 都是我們今天探討的一些重點 我們先來比較看看 AI股及航運股的 EPS本益比漲幅 有什麼樣的差距 從漲幅排名的話 技嘉好像就等於長龍 偽創就好像等於陽明 廣達就好像等於萬海 這表格看起來一清二楚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到 AI股最近雖然已經漲半天了 但和當年的韓運股相比 其實根本就是小屋見大屋 因為韓運股8個月的漲幅 檔檔都超過1000% 就是10倍的報酬 陽明甚至突破了2000% 就是20倍的報酬 反光AI股今年最標的尾竄 漲到今天差不多8個月了 漲幅也不過437% 用不過實在是很好笑 可是的確就是這個字眼 因為漲幅最多 差不多漲了4倍多 要追上當年韓運股的表現 還有一大段努力空間 從這個AI三戰神的基本面來看的話 這三張股票都是AI伺服器的受惠股 所以投資朋友 真的AI一定跟AI伺服器有相關的 記得這是重點中的重點 因為現在市面上有真AI跟假AI 這也是我一開始發明的一個台詞 讓我們來看一下 微串是輝達NVIDIA DGXA100 就是AI伺服器的系統模組 及HGXH100 是AI伺服器的次系統模組 這兩個的主力供應商 整體的獲利還在持續成長 因為市場上認為 微串是最大的受惠股 目前本益比高達43.2倍 也是AI三戰神中最高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管達AI伺服器的出貨 將進入起飛期 涵蓋輝達的A100 H100 以及AMD的M300整機櫃 帶動營運可望加速衝刺 旗下還有小金機管名 負責發展雲端固態硬碟運用 與三星產業自動化設備 技嘉受惠AI伺服器需求暴增 同步帶動主機板顯卡需求 伺服器全年營收占比 可望挑戰25% 將是帶動獲利成長的主力 當年貨櫃韓運股在飆的時候 每天打開成交直排行 前三名就會是 長榮、陽明、旺海 最瘋狂的時候 這三檔股票加起來 成交金額占比 超過台股的3、40% 整個韓運類股族群加起來 比如說把閃樁韓運都加起來 更是超過整個台股一半的交易量 表示台股當中有一半 都是韓運股的形狀 從這個新聞就可以看到了 而這幾個月 不管哪天打開成交金額排行榜 你都會發現到 每天的前十名 都是一大堆的AI股 偽串、技嘉、廣達 幾乎是天天榜上有名 而觀世11檔的 AI概念股的比重加起來 又能超過整個台股的三成 你看這些新聞 都有歷歷在目 都講得非常清楚 AI概念股已經過了嗎? 最近偽串更是誇張 股價都已經被處置 進入五分盤、五分交易了 每天的成交金額還是很驚人 我錄影當天是2023年7月25號 偽串分盤交易了 還可以成交76.3億 是當天的成交金額的第10名 這十檔股票基本上 都跟AI脫不了關係 全部都是AI 所以很明顯的能夠看出來 AI股和當年的貨櫃三雄一樣 都獲得市場的追捧 擁有極高的熱度 AI股的本益比也是越來越高 以偽創來說的話 現在已經來到36.9倍 它已經偏離本益比 河流圖的21倍 而當年的荷安運股 就算一直飆漲 本益比最高 也不過就7倍左右 有點匪夷所思 所以你會看到 當年貨櫃三雄 雖然股價炒了很久 但一年能賺多少錢 EPS會是多少 都是逐漸明朗 甚至你可以算出來的 而當全市場都知道貨櫃能夠賺多少錢 確定能賺到EPS 甚至100元 股價就是失去的夢想 上漲動能也不復存在 因為早就已經反應完畢了 不過AI股未來要發展的 實在太多元了 EPS還不明朗 暫時好像不會有這個問題 另外 AI股和航運股 還有一點不一樣的地方是 航運股是景氣循環股 長年虧損 遇到經濟轉強 才遇到十幾年一見的 超級大行情 超級大循環 不過目前台股最夯的幾支 AI股 原先就是賺錢 而且願意分享鼓勵給投資人的 高股息基歐股 從這個表格就可以看得出來 陽明過去在2020年前 長年的虧損 都是虧損 後面才大爆發 那從偽串來看的話 基本上每年都賺錢 只有2015年第四季 跟2022年第一季 才出現小虧 所以基本面也不一樣 這些AI概念股 就算AI題材也沒了 也不會影響到業績 我認為就算AI的題材有點衰退的話 還有別的營收的支撐力道 可以支撐住一定的股價 因為它本業都還是賺錢的 但韓運股不太一樣 韓運題材只要沒了 整間公司都很容易 獲利大衰退 甚至於虧損 很多人擔心 AI會是泡沫 就算是泡沫 又怎樣呢 看看當時的陽明 你不論是10元買 或是漲了5倍 到了50元才買 甚至到了100元 150元才買 你都一樣可以賺到錢 因為最高的股價 來到234.5元 這邊非常清楚 但是你一定要記得 短線戰這種強勢股 如果跌破短期均線 你一定要走 我上週教過大家 如果是那種超級標的AI股 最好觀察 五日線跌破就要走 如果沒有那麼標 但還是天天漲不停的股票 用五日線可能會被扒來扒去 以偽串為例來看的話 10日線 會是你最好的觀察指標 因為偽串 從頭到尾沒跌破10日線 如果你心臟夠大 去買了偽串 只要停損點設在10日線 就算之後回檔 也不至於會受太多傷 當然另外 哲哲獨家推薦的一種法則 叫做我稱為商務法則 什麼意思 就是股價回檔35%的時候 就用力買進 以陽明為例子 第一次回檔40%左右以後 股價又大漲了460% 等於股價翻了4、5倍 第二次回檔36%以後 股價要大漲252% 因為我們不太可能買最低 所以 設定回檔只要35% 甚至30% 你在這邊買進去 就會是個不錯的選擇 展多的AI概念股 也可以靜靜等待 回檔35%的機會 但如果是這種買法 就不能看10日線操作囉 最好是自己設停損點 例如再跌15% 就一定要除掉 為什麼 不然你35%加15% 就已經是50%了 你已經是回檔35%還買 它還在跌15% 你就已經是腰斬了 已經是跌了50%了 那既然跌了50% 股價都腰斬了 什麼線型基本上都破了 那你就不應該再買 不論是50% 10% 甚至於你真的 趁重強勢股 只要跌破季線 真的毫不猶豫 你也不能再報了 除非它站上這些均線 再說 還有 我在上一部影片就有說過 上一次 揮答公布Q1第一季財報的時候 對於AI股 是很重要的轉折點 所以代表下一次 美國時間8月23號 就是台灣時間8月24號 這個你一定要記清楚 這個日期 一定要把它背起來 揮答那一天 會公布Q2財報 就第二季財報 以及第三季財測的時候 也同樣會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轉折點 到時候市場預期 回答第二季的營收 會是110.5億美元 EPS則是2.06元 那如果回答 再繳出 超出預期的成績單 AI股就有非常機會 有噴出去 如果沒有繳出 基優股的 基優財報呢 那不好意思 如果低於市場預期 那台股這些AI概念股 就要小心 有不小幅度的回答了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這些EPS 怎麼算出來 也忘記背了 沒關係 8月24號 早上開盤前 除了你要加 加折的LINE以及Telegram以外 你也可以直接去搜尋 NVIDIA當天的 航後的交易的價格 是漲還是跌 基本上不是大展 就是大跌啦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波動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所以AI概念股 那個時候是非常重要的轉折點 甚至於你要不要提早出清 我有機會 我會在我的 榮耀華爾街的節目 會告訴你 或暗示你 那現在的AI股 就是市場主流 就算泡沫了 只要微串 不要再多漲個 3到5倍 就300%到500% 那都還是有本錢在起 因為原先本業 就有穩定的獲利 至少不用像貨櫃三雄一樣 擔心公司有贏轉虧 最後現在不管是真的受惠AI股 還只是沾上一點邊的假AI股 只要能讓你賺到錢 買到就能賺到錢 其實就是好AI股 就看你用怎樣的角度 去觀察這些AI股 記得在這邊搶AI股 就像搶銀行一樣 有沒有搶到 都要趕快落跑 這是嘴嘴最後給你一些公告 今天週末的台股爆爆爆 我不知道有沒有學到一些東西 如果學到一些東西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週六 台股爆爆爆 再會囉 如果你喜歡我們節目 我們訂閱頻道也有十幾萬人了 喜歡我們節目也要記得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最重要的是什麼 也要記得留言喔 按讚留言分享 然後也可以加入我的LINE 台股爆爆爆 我們下週見